台铁周末频频出包 13号上午佛龙站到石城站间 钢轨有裂缝改成单线双向行车 因此影响了石班列车 累积延误90分钟 另外铜锣站到三翼站间 也被人恶意剪断 系轴气电缆线 台铁也紧急的处理 还有台铁自家员工爆料 12号明日号列车被发现 少挂了一节车厢 导致出现延误 台铁则表示还在查证里情 周末假日一早民众打火车 但是部分车站列车却出现延误 因为13号一早台铁员工发现 芙蓉到石城间 钢轨出现裂缝台铁紧急抽换 但也导致西正线封锁 先以东正线单线双向行车 在10点25分抽换完毕 约影响石列车车 累积延误90分钟 因为长期列车的运行过程 有些轮压的作用 所以维系列 我们会变成持续的加大 直接断裂这个情况 无独有同一天 铜锣站到三驿站间 工作人员一早发现 系轴器的电缆线 被人恶意减断 约6到7公尺 左线紧急应变处理 没有影响营运 上午10点恢复正常 台铁也向铁路警察报警 展开调查 而另一边 有一栋五星餐厅之称的台铁 明日后则遭到自家员工爆料 备用一人骑马 一万五千元起跳的明日后 是全台最豪华的观光列车 基本标配有客厅车厢 跟霸台车厢 还会依旅客数来增减车厢数量 但12号时 一列6004车次被发现 七堵站的员工漏挂一节车厢 因此也前往南港站来补挂 影响旅客行程30分钟以上 针对爆料台铁表示 还在查证厘清中 只是周末出游多 台铁一连串的出包 就怕影响乘客行程 再引起民怨 这也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